美女罕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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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疫情现在连环报 那今天最新的消息是 高雄宜兰桃源 加起来在今天本土 又新增了15例 而且感染源不明 还包括江西长荣 又再报了4名员工确诊 比较担心的是 在高雄有一家3口 现在验出来的基因定序 是Omicron的妹妹 为什么是妹妹不是弟弟 Omicron的妹妹很厉害吗 我们等会儿来问一下江医师 同时也谈到PCR很难验出 那怎么办呢 如果连PCR都没辙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身边有没有确诊个案呢 有医师事情说 不要以为Omicron都是轻症 绝非轻症 它的致死率也不低 特别是在今天我们有 新冠的口服药物已经运来台湾了 到底这个药的功效如何 等会儿也先来问一下江医师 不过我们先来谈谈Omicron的妹妹 我刚刚还在问江医师说 为什么是妹妹不是弟弟 这是高雄一家三口 所验出来的基因定序 其实这个东西大家看了 就有点头皮发麻你知道吗 头皮发麻 你知道吗 Omicron已经是很厉害的 这基因定序叫做 BA2 对 你看Omicron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 他居然在那么厉害里面 他自己又拔高了 所以他的传播速度比原来的 其他的Omicron原子株 跟他的另外一个 所谓的子系 其实他这个应该算是他的女儿 不过他就说他的姐妹 事实上他比BA1高很多 而且他目前已经 现在又变异了 对他又变异了 他马上生两个女儿出来 那这个东西已经 蔓延到四十个国家 而且目前看 你从这个图就知道 他感染力比BA1更强 更糟糕的是 他在次图蛋白上面 他有一个基因是突变的 目前我们用来做PCR的厂牌里面 有三个厂牌是测不到他 所以就麻烦大了 有三个厂牌测不到他 对 表示还是有其他厂牌测的吧 有其他厂牌测的他 可是问题是 第三个厂牌是很常用的厂牌 所以你测不到他 就会有一堆国家没有测到他 就一堆引行链在到处跑 所以现在新型 最新型我们验出来 高雄印象三口 是Omicron的BA2 不过我刚说奇怪 为什么是妹妹不是弟弟 这个都是竞称 因为台风很厉害 我们也加台风是女生 因为病毒很厉害 所以病毒都是女生 对对 病毒都是女生 我们回来讲 到底Omicron的妹妹 有多厉害呢 有个案例是 巴基斯坦有两名男学生 他们搭地铁上学 结果另外同样在这个地铁 曾经搭地铁的一名教师 也染疫了 问题是他们虽然搭同班车 距离蛮远的 因为监视器显示 他们前后相差了 九秒钟才经过A出口 也就是说 学生和老师是没有接触到的 九秒钟很长 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四秒钟 数到九秒钟 你可以想象 其实学生经过之后 看没人啊 老师才经过 他们之间有这么长的距离 只是因为搭同班地铁 竟然也染疫 这代表什么 代表这两个学生 本身的CT值一定很低 那两个比一个又可以步入 可以贡献更多的病毒量 可是江医师九秒 观众朋友如果拿自己家里的 马表算一下 九秒可以走多远 是啊 所以你就知道说 现在知道气溶胶 可以在空气中存活两三个钟头 就是飘在 飘很远 飘很久 对 它可以飘很久 飘两三个钟头 而且越多人贡献越严重 所以你这个东西可以解释 为什么国外现在很多医疗染疫 医院的人很多都是全部的隔离 衣 口罩什么都上去 全副武装的 国外甚至用N95 还有弄弄个全罩室的这个东西 那为什么还染疫呢 因为如果气溶胶的话 你的N95口罩都还不见得够用 更不要讲你的所谓的外科手术口罩 那根本就对抗不了气溶胶 所以你其实在气溶胶 浓度够高 很多人贡献病毒的时候 这个坦白讲 外科手术口罩是不堪一击 所以也就是说飞沫呢 因为它的重量 虽然很快就掉下去 但气溶胶会在空气当中飘 那Omicron可能是 现在应该有大部分的科学证据 显示它是透过气溶胶传染 所以那个空调也很危险 对 没错 而且如果人够多 就会具体够多病毒量在空气中 你走过去 你可能就会中症 你不要以为 染疫者跟你之间没有碰到面 如果你们曾经处在 同一个公共空间中 即便隔了九秒钟 都有可能染疫 好 那我们再往下来看 第二个问题是 Omicron跟过去 我们所看到的病毒完全不同 我们知道说 在上次节目中 我们提到说染疫的人 他的生活能会往下掉 为什么 从这个研究你可以看出来 我们把猴子的肾细胞 猴子跟人很接近 这个是猴子的肾细胞 对 猴子的肾细胞 你可以当做这是人 因为猴子跟人 其实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一样 染了Omicron之后 你可以看到 出现这个所谓的 Omicron病毒 可以看得到皇冠 完全看得到 这个刺涂蛋白就在上面 很可怕 就是说代表说 这个东西 不是你以为它只 叫做新冠肺炎感染肺 肾脏同样被感染 而且里面一颗一颗 你看这有多少颗 所以过去我们所看到的画面 都是在肺 对不对 对 但这一次我们看到 竟然是在肾脏也出现了 对 而且很多 很多你看 一 二 三 四 恐怖 密密麻麻的都是Omicron 所以它的病毒量复制得很大 而且它侵犯不同的器官系统 那我们知道肺如果染疫了 其实会有肺纤维化 对 那肾脏呢 如果病毒跑到肾脏会怎样 肾红能会衰退 我们目前已经知道说染疫的人 肾红能都会某一个程度衰退 这就是因为它感染了肾脏细胞 那造成肾脏功能的障碍 那就是肾红能就衰退 好 我们再往下来看 所以之前我们知道 COVID-19对我们的肺会有伤害 但没有想到现在对肾也有伤害 好 在今天媒体也谈到 医生说不要以为Omicron都是轻症 对 这可能是一个谬思 因为有部分的 比如说老人或比较肥胖的人 对他们来讲 这个威胁性或死亡率还是不低的 对 你看 我们不要以为说这轻症 就不少人 在英国它四周里面 三百万人染疫的时候 结果有四千七百多个人死掉 它的致死率其实比流感多了百分之五十 你认为比流感多百分之五十 真的是可以忽视吗 那致死率高是不是主要集中在老人 跟比较肥胖的人 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 没有打过疫苗的人致死率最高 六点八 打完两剂的还有三点七 就减一半 可是如果打完第三剂可以再减 不过你不要忘记这一点 英国当初打了很多AZ 因为AZ赢到的 对 而且他们很早就开打 对 所以对英国人家打两剂AZ有什么用 没有用 所以他就致死率打两剂AZ的还是很高很高 因为在他们的国产疫苗 当然另外一个问题 重灾区是七十岁以上的人 是重灾区 八十岁是炼狱 为什么讲 你看七十岁以上的人 这个明显的比下面这个都已经是高到N倍了 对不对 你这个是零点零一三 这个到了八点多% 然后到八十岁以上的人就冲到十% 那甚至到二十一% 二十一%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重灾区 所以为什么这个时候大家 全世界各国都还是严正以待 原因就是因为你根本没有放松的本钱 好 不要以为Omicron是轻症 对老人而言 特别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 甚至死亡率会高达两成 如果都没打疫苗的话 那么如果对疫苗而言 不要讲 不要分年龄 如果针对打疫苗而言 打完三级还完全没有打的话 致死率差了十四倍 所以还是一定要去打疫苗 对 刚刚我们谈到危险族区 一是老人 二是胖子 对 胖子这个很有趣的研究 他发现肥胖的人比较会散播病毒 你知道吗 这个正常的人瘦子 他散播病毒的曲线在这里 就病毒喷上去 然后慢慢下来 可是胖子呢 喷上去会高更高 而且时间会延长快一倍 你说他的气溶胶漂浮时间会延长 所以看起来胖子的制造的病毒量比较大 而且可是 病毒量和BMI成症比 对对对 病毒量和BMI成症比 而且他不但病毒多 而且他喷出去的 看起来气溶胶的时间很长 传播时间加长 所以这个是很投用的问题 那为什么 对胖子来讲 他为什么会展现这个问题 第一个 他发现肥胖的人 他B细胞反应很差 那B细胞负责制造抗体 那B细胞反应很差 抗体就不能来消灭病毒 所以病毒就很多 第二个 他的记忆的T细胞 风化很差 维持时间很短 所以胖子打了疫苗 很快就失效了 第三个呢 他的抗体打高起来的时候 掉很快 那抗体越低 就会制造越多病毒 因为你抗体 是用来综合病毒的 那你现在没有抗体病毒 大概就长得满天都是 所以到处喷 所以说胖子本身 对自己是危险的 对别人也是很危险 也就是说防疫除了 请洗手戴口罩 打疫苗之外 还要减肥 另外民众最关心的是 在今天 我们的口服药来了 口服药的功效如何 其实目前研究起来 这个口服药 已经不下于我们的客流感 莫娜皮拉尾 莫娜皮拉尾 是辉瑞那个口服药吗 不是 不是 莫克的 这是另外莫克的 对 它的作用基转 有个好处是 它比较不怕 目前对于极蛋白突变 这些Omicron的病毒株 看起来应该会有效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复制一个RNA 需要四种原料 结果莫娜皮拉尾 就长得这个样子 它跟这四个 有点像又不太像 有点像又不太像 对 它就把它插入 它本来摆另外一个 原料的位置 给它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 这个整个复制 就做不下去了 那整个复制就乱掉了 就断掉了 所以这个病毒 可能就不成功了 它就没办法复制成功 所以它就死在 你的细胞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 它治疗基转 所以从这个基转 你就知道 它治疗要在什么 早期就要给 你不要跟它 病毒长得满一肚子的时候 你才在给它 那就没有用了 你要早期病毒 在复制的时候 你就赶快给它 所以它一般建议说 染疫的前五天 要赶快给 染疫前五天就要给 我们再往下来看 所以有人分析过 五天就见效吗 对 你早期给了 你可以看 这个研究的时候 治疗组三百多个人 安慰组也三百七十几个人 是 你可以看到 它本身的住院跟死亡 这两个 从十四点一 在治疗组降到七点三 所以它接近 百分之五十的遮蔽率 这算是防护率 我跟你讲 效果不错 客流感都没它效果 所以算是不错 那么快发展出来 药物不错 所以它目前的 市盈症是发病五天之内的 五天内你就要投药 而且可能是有重病风险因子的 比如说老的 糖尿病的胖的 慢性肾脏病的 心脏病的 阻塞性肺疾的人 那不适用其他的 治疗方法的 轻中度的患者 也可以考虑用这个治疗 不过坦白讲有点贵 贵 五天聊成七百美金 七百美金好贵 好贵好贵 我们也健保 疫情战争黑天 在今年吓坏很多观众朋友 最主要是在今天本土 新增二十三例 在高雄幼儿园 也出现了确诊个案 马上就要放寒假了 你把小朋友关在家里 小朋友很痛苦 家长也很痛苦 但现在很多人担心 我们往下来看 很多人担心 Omicron这次病毒呢 对儿童的威胁很高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折线 红色这个折线 是零到四岁的小朋友 我们发现 他出现了斗角度攀升 对没有错 这个是不是回到一个 我们免疫稳定的一个社会 免疫稳定的社会 基本上来讲的话 小孩子变成一个 非常重要的感染源 以流感当作一个 重要的例子来看 流感大家每年 大家都有得过 所以大家都有免疫 那我们知道 每年的流感流行 都从九月份开始 九月份的学校开学 学校开学以后 小孩子不注重卫生 而且打来打去 那小孩子感染到病毒以后 他的病毒排出时间是 我们成人的三倍 他21天成人7天 所以他变成一个 非常重要的感染源 所以每年流感的疫情 我们看得很清楚 从学校 学校以后到了家庭 家庭再到机关 同样的就是这条路 那现在我们这个时代 然后小朋友 又没有打疫苗 对 在现在的话 Omicron已经走到 流感那样子的态度 来了 所以小孩子一得到以后 非常的麻烦 刚好今天算是运气很好 因为刚好碰到了寒假 所以寒假 学校一关 这个疫情可以获得很好的控制 但是如果 但是过年期间 小朋友会吵得出去玩 那还好 其实学校是最糟糕的 学校只要不关的话 那个在学校里面 打打闹闹闹 再从学校传到家庭 再到社区去 那个是非常麻烦 CDC的统计是0到4岁的小朋友 每10万人的住院率 已经来到5.3 5.3是什么概念呢 是去年的两倍 所以要特别的留意 好 第二个问题要问的是 台湾现在要买辉瑞的口服药 辉瑞口服药有没有副作用 基本上是没有 因为看起来 大概还好 因为它这个口服药 这个口服药基本上很好 它可以在家里面就直接就不用 它不用住院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子 可以让我们一些 本来该住院的人 到了我们的家庭里面 直接就可以在那边治疗了 好 这个口服药没有副作用 所以台湾其实应该要 多部署一点 对 我们现在的话 因为台湾做事情都很小气了 这个只买了一万剂 搞什么鬼啊 对啊 你自己可以算算看 但一个人的话 每天吃两次 每天吃两次 总共吃五天 这个疗程 你想想看 你要五天 那一个人就是十科的意思 是 十科一个疗程 那你一万科多少 才一千个疗程而已 你这个一千个疗程 你一个家庭就三个 那一个学校 只要一出来 有出现的人的话 一下子一千个 马上就满掉了 那你下面怎么办 又买不到 所以显然是不够的了 显然是不够 没有错 但这个药呢 它可以有效地 降低重症率 不是 这个是可以降低重症率 大幅度的出现 下滑 对不对 三天内服药的话 下滑 89% 五天内服药 可以下滑 88% 没有 它这个药的最大的优点 在于 没有时间性 它三天内服药 跟五天内服药 它的效果都一样 降低病毒量都一样 这个它可以降低病毒 降低 降低它的住院率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所有的药物 如果你用在轻症的话 你这些效果 我们当初以前 在用一些 抗病毒药物的时候 我们最不喜欢的 就是说 它限定在一个时间 必须要感染几天内 才可以 现在它的感染时间 不限定了 所以这是一个 算是很不错的 一个利基点 但是你如果 只用在轻症的话 轻症我们原来上 是不需要治疗 我们要的是重症 它这些资料 不管跟这个 跟默克的药 或者是辉瑞的药 两个药比起来 都是一样 它只能治轻症 不能够治重症 这个是只能治轻症 不能治重症 对 但是辉瑞 这个对Omicron有效吗 它有测试过 对Omicron的这个病毒 有效吗 这个是有效的 因为这个 Omicron变种 或Delta变种的话 它是免疫变种 它跟药物 它不会变在药物上面 所以这些药物 都是有效的 都是有效的 跟疫苗不一样 疫苗我可能测 到底对Omicron 有没有效 但是药是一定有效的 现在有很多国家 开始做预防性投药 台湾还没有 这样的准备 台湾真的还没有 预防性投药的话 这个医为迅速 这个预防性投药的话 基本上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关口里面 关口你看我们 现在关口要挡 那个入境的旅客的时候 因为台湾所有的疫情 都是关口进来的 挡入境旅客 我们用的工具 第一个是疫苗 疫苗常常会 很多国家会造假 再来一个就是 那个检验 检验也有很多国家会造假 所以进来的以后 我们自己还要再测一次 现在是我们开始 在测的一次 可是这些人的话 有时候你自己测的 也不是很准 那怎么办 每一个政策都不准 这个时候你就要加薪 预防性用药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进来的人 能够每个人 一个礼拜吃一次药 医卫菌就可以 一个礼拜吃一次 非常好 他吃一个礼拜 你在台湾几天 好 你四个礼拜 就是四次 就是四次 那这样子在这中间的话 你即使带着病毒 你也传不出去 这个就是预防性投药 的一个优点 对 那这个东西 就跟我们以前 比如说你要到 非洲有些瘧疾的国家 你要去旅行 这边就要先投药 投药过去 那你整个在 疫区旅游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会 得到瘧疾 那伊维菌素 这个药好买吗 现在 现在这个药不好买 因为全世界都在抢 因为这个伊维菌素 这个药物 是个诺贝尔奖 得到诺贝尔奖的药物 日本人发明出来药物 可以治疗核芒症的 这核芒症是什么东西 一个基尊虫 跑到眼睛去 眼睛这个药 怎么能进得去 你看这个药就能够进去 把它治好 非常好 连戒窗也可以 戒窗本来要 在全身 全身皮肤上 皮肤上竟然用吃药 可以吃得好 这个药不简单 穿透 这个对于组织的穿透 非常非常好 好 我们来看这个药 其实做的实验 报告数据非常好 因为菌素 28天内死亡的数据是零 所以它大幅度的 降低死亡率 这是预防性投药 不过目前台湾 并没有做这样的措施和政策 而且这个市场上 也不容易买到 这个是不是政府 也应该 好好地做一些部署 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事实上的Omicron 它虽然大家都说 它是轻症 它是流感化 它没有那么严重 但这两天讨论比较热的是 你千万不要轻忽 这一支病毒 因为它有一个 让我非常害怕的后遇症 叫做脑雾 而且脑雾有可能让你将来 甚至连工作都不能工作 我们来看美国的研究是 新冠能够杀死脑细胞 有八成四的感染者 出现了后遗症 叫做脑雾 到底什么是脑雾 脑雾就是这个病毒上的头的意思 那这个病毒 不见得是病毒直接上 也可能是免疫上的头 那绝大部分是免疫上头 病毒直接侵犯头的机会 是很低 这个在我们很多的病毒 我们都有见到 比如说我们的流感 也见过这样子东西 所以你不要以为流感 没有脑雾 一样有 不过这些脑雾现象 都在一个人 但是新冠病毒 是比较严重 比较明显 不会 因为他讲到八成四 不会 不是这样讲 因为我们知道流感 我们是在一个 有免疫的情况下 我们得到的 叫做季节性流感 新冠是因为我们 完全没有免疫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社区 得到了这个病毒 所以它会有一些 脑雾的现象会出现 但是如果在我们的免疫 已经达到了80%的人 有接种疫苗的以后 我相信这个脑雾现象 会大量的减少 这个没有问题的 那脑雾会怎样 会 脑雾就是上头 集中注意力 就是等于说 你得了一个 就是脑炎的意思 有点像脑炎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图 所以它类似像这样子 脑炎的这个征兆 会让我们 是不是有点 类似像失智 不是像失智 这个是暂时性的脑炎 暂时性的 就像我们产生了 精神的症状 你要产生神经的症状 那就麻烦了 像这个病例 这个病例就是已经 脑部被吃掉了 那这个东西是 预后很不好的 如果我们大部分的 这个病毒性脑炎 或者是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免疫性的脑炎进去的话 它大部分脑子是好的 但是你一旦出现的 脑子有一个 结构上的问题 或者是影像学上 看到有问题的时候 这个人通常会留下 一个比较严重的后遗症 大概好不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问题 一定有些人 还是会留下后遗症的 好不了是会怎样 就是你会经常断片 你会没办法 集中注意力 你会短暂性的失智 或失忆会这样吗 不是 它是产生的 神经学的病变 比如说有症状麻痹 或者是 或者是 或者是变成一些 永久性的一个障碍 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这些东西 都可以用疫苗 来给它解决掉 如果你疫苗打得好的话 基本上 它就能够把这一部分 给大量的减少 所以我们现在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我们还有20%的人 连一剂疫苗都没打过 这个是非常麻烦的 那政府也不努力 去把这20%的人给打到 然后花那些心思 去打那个第三剂疫苗 这是一点用都没有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把那些疫苗 拿来给那个一第一第二剂的人 那些基本上 它接种的难度是很高 但是政府要克服这个难度 去把它打上去 这才是我们现在最该做的事情 好 所以我们来看 新冠有可能真的会杀死脑细胞吗 有135名参与者 去玩12种脑力游戏 我们就发现 染疫者 它的脑力下降的速度是比较快 它从75.5%降到67.8% 红色这个是感染者 没有感染者的 它的脑力下降的 非常轻微很少 所以代表 染疫者确实会影响到 它脑的情况 好 所以我们也来谈 现在的防疫政策 有没有破口或疏漏 我不知道 因为现在看起来 政府的防疫政策是倾向 和病毒共存 这是一个对的方向吗 这是对的 因为我们现在 现在的时代 跟以前的时代不一样 以前的时代 我们是没有打过疫苗 现在我们有80%人打过疫苗 那这80%人打过疫苗 这些人感染了以后 他也不会有那些什么名义的 但是这80% 我对不起 我打个唱 这80%呢 前两天其实理事长曾经讲过 它是有保固期的 疫苗是有保鲜期的 很多如果打两剂AZ的 它的保护力已经降到 可能已经零了 或者复值了 那跟没有打过 我们是同样吗 它的保固期虽然是有限 那是你测到的抗体 它的保固期会比这个更久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免疫记忆在 所以说我们怎么知道 它这个有免疫记忆 很简单 现在我们不是打第三剂疫苗吗 对 就等于让它再感染一次的意思 你要混醒它的记忆 对 它可以换得行 AZ不是换得行吗 BNT也换得行 所以它的抗体数字虽然下降 但是它的记忆仍在 对 所以它的免疫记忆在 所以不用担心 其实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 那个一二剂没打完的 那些连记忆都没办法 牢固的那些人 那些人是最危险的 好 所以 方言还是要大家一起来努力 对 这些人是最危险的 对 这些人是最危险的 对 这些人是最危险的